因为我是想说如果你们这些党纪处分的话 那如果 我觉得朱担心的是人家要换朱 就跟他讲这个资政联盟很像啊 对然后金就是花神金啊 没有啦没有就就就没有 对啊 他不可能啊 他不可能他用 我就说他没有他用什么规定办我呢 他办了以后真的就没有 而且为什么是金说一定要办呢 那是党纪吗 不知道他是哪位 七二三就是很顺利 没有杂音 其实我觉得国民党应该要学习 这个党能够大名大放是好事啊 不要老是喜欢那种没有杂音 然后鼓掌通过 其实国民党的高层都是团结的 但今天问题为什么会有危机 是更我认为更深的忧虑是 国民党的基层已经分散各拱其主了 这一关过了并不代表真正的问题不存在 你接下来就面对了 你就不能够再 下一步呢 你就没法再拱拖了啦 因为很多人这次在谈第三阶段的建议的时候 都讲九月嘛 意思就是说 九月来做个民调啊 那到时候可不可以产生一组人啊 有没有可能啊 那最强的是谁啊 那这就国民党就面对很多的问题了 到了九月份的时候 如果第一名我们假设好了 就是在野的第一名啦 还是柯文哲的话 国民党到底愿不愿意 譬如说担任副的呢 因为这个在国民党内 从来都没有真的讨论过 国民党房间里面的大象也是很大 并没有因为七月二十三号结束之后 这个大象就不见了 就是说我们的民调如果继续的落后的话 那你怎么办